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現在跟各位介紹呢 民法這個課程的簡單介紹 那這門課程呢 它的學分數是兩學分 那上課總之之後也是兩堂課 那麼這是校定的必修課程 那我們的教學目標呢 是希望同學在修完本課程之後 那對於我國民法規範呢 有基本的重點認識 並且能夠熟悉民法典的茶葉及應用 好 那我們使用的校材呢 主要是民法該要 主要是小六法 這個 或是 這個出版師 最新出版的 學員做最新出版的六法就可以了 那我們上課方式 是用課堂教授的方式 那成績評量方式呢 其中情報好各佔25% 那麼兩段平時成績呢 各佔25% 那這平時成績呢就包含了 出席 上課參與 綜藝繳交交 以及專組討論與報告 提醒通訊 這位繳交交呢 包含就是在EPOFORM 跟網路大學這兩個部分 那上課的參與呢 也包含就是上課的時候 我們的重吻 或者是上課態度 那麼教學內容的部分呢 我們每一周的分類呢 這個原則上呢 在期中討之前呢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總部 這邊跟在編 那期中討之後 我們就介紹物權 簽署跟計程 好 那原則上呢 會 因為這內容呢相當的多 所以我們只是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